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把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以为的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踏你所望 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股评 今天没有戴口罩和大家做这个节目 恒息之数现在跌130点,报21286点 虽然今天弹完之后有回吐 但那个幅度暂时不算太严重 整体上就是 如果大家一直有看 之前都比较看得淡些 甚至是有做胆 但这个视频 我觉得一个视频会转是非常之重要 你永远都看好,永远都看淡 其实就没有一个改变 而你的东西其实升跌是有改变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说要去是否稳定了 其实是 恒指和纳指 恒指和纳指 恒指是 起码都站稳21,100 那这个科指的话 其实也是 甚至 星期一上去Astox的时候 都会有问起 已好没有做些 科指的两倍ETF 其实我也觉得 很快就讲一答问题 待会先大家可以继续留言 不不可以 讲一下大市 星期一 Astox的时候 如果你要做的就做正向 就不做反向 所以今天也是说 就算你觉得来到很多 无论是个股 就是那些很弱的科技股也好 或者是一些 譬如 科指也好 恒指也好 纳指 我觉得是相对上 如果要去想哪里弱点 纳指的手是弱点 对比上 恒指这里站到 那个横行足底的形势 是明显点 所以未必一定要追求 在最低点买 最低点买是否先持有最高点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我觉得 宁愿是等有个好 的时候 而且也不是说 转世了 立刻恶言 其实是开始慢慢慢慢去加上 而且本身也不是没有科 可能不是科技股 所以就是这样去做 慢慢去因应情况去调节 仓位 就不是觉得 例如年头 又看升还是看跌 就坚持着这个方向 其实是要去因应情况去调节 还有 现在 其中一个就是港元 之前就开始消息 新闻就出了 资金流出 有些说到很大件事 有些就会觉得 笑死人有什么 有什么大不了 说到那么夸张 那事不是升 其实是报道出街的时候 已经是反而是 报道出街的时候 其实已经流出完了 流到去弱的区间 其实这一期是强反 看到港股也是强反的迹象 那就是 有时就是 报道出来的时候 就反而 其实已经 可能是一个见顶 或者它已经流出尽的时候 那 譬如好像小麦期货 经济学人 用小麦这个短缺来做 封面的时候 其实就是反而是 小麦期货 短期见顶的一个日子 就是这期都 就算这期继续通胀 高企继续商品升 但是小麦那里 都是有个短期受害 其实很重要 因为之前已经谷高了 那现在去看回 成交额榜上面 等下都可以看看 纳指 我们一等下看一下 期货 现在就指数 不是说跌得 不是动得很多 那榜上就有些回吐 就是美团就跌2% 网易跌4% 这些都是之前充得劲的 回吐 一些 8度跌4% 那 就没什么说很大的移动 可以看一下 这个又开了个WhatsApp 又看一下油价 油价 油价也都在这个情况 我都会立即爆上去 我都会继续去看好 现在如果真的要日线图 最近参考的应该是108 参考的一个支持位 指赚位 但是108 应该不是赚得多少 有个防守在手下 这里 其实这个位他不打下去 他就继续延续向上升的趋势 其实就可以了 中间会有些震荡 也都是正常 有震荡的话 那油股方面 昨天就见到美股的油股 很多已经是在高位 其实之前都有说过 无论是我自己个人的持仓 还是一个group 有做一个模拟仓 一路做了两年多 还是模拟仓呢 模拟仓现在累计 都有30%多的回报 模拟仓 还是我个人的增仓 都是最重仓的 其实是石油相关那边 昨晚美股的油股 在高开之后 就有个少少阴烛 这里不排除 有少少回套 还有很多已经是超买的阶段 所以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未必会再买 或者再追 或者再加仓 因为有时候 就算你很看好某一个板法 或者某一个个股 都不是太适合 好overweight 你overweight 是将你整个风险 会提高了 所以这里会有一个 不要太过 当然你那个 你那个 多少 就是你叫做maximum 比自己去到多少呢 这个是会有个不同的 情况都有不同的 不同的决定 有些基金可能10%是maximum 一只 但是 譬如 都出名是找的 巴菲特的巴棍 他都会有40%是苹果的 所以都要因应个别情况 还有你是短期地多 还是长期地operweight 一只 而那只究竟是些什么呢 究竟是不是很稳健的蓝筹 也都有不同的情况 但我自己就一个sector 不会太过多 可能三成左右 一个sector 如果过股三成 因为这个是一个 更小的仓的做法 所以因为你也很flexible 如果你的调节起来的时候 看看港股现在的油股 三桶油 883 现在跌1% KK说12.3是否走了才稳定呢 我觉得除非你是超短线 因为呢 昨天已经超买了 已经摆收到70 今天就没有阴烛的 但今天其实这些就是有个上影线 都是一样的 其实都是充高有沽压的迹象 但这个就是一样很 很短线的沽压 你在这里超买 其实之前都有的 那你回完之后可以再上 所以你不能抹杀了它休息之后再上的可能性 其实大致上就是这样 刚才或者这几天说的那些航运股也是 其实它急升完一轮 大约在上升通道顶 下回一些就很正常的 其实是不是要先走 其实12不是 你进的位置比较高一点 这个又比较难处理 其实本身 我其中一个会避免的 就是超买的时候不进 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去避免的高追的方法 就是譬如你可能有很多check box 某一些会避免的 就是某些应该说 你要满足多几项的条件才进 譬如你由股 你现在都符合着整个宏观的情况 就继续在这儿通胀 它自己自身走势又如何 它又在这个产业里面的哪一个上中下游 就是各样情况 还有现在已经急升了一阵 会不会都比较超买 这个就是一个会避免的东西 但是如果是有货的 这个指赚指涉位应该是去到10.22 是很远的 两成多的 所以我会觉得这儿 下跌一点其实还可以 所以就真的最短线才会说 一回就立即食户 有些呢 譬如是1171 这些也是 之前你充到这样 哇 只有20元 就是你支持的20元 你又订不到近的防守 那你就是这些回吐的机会 其实就是好的 它帮你测试到一个 最近的短线支持 譬如现在已经25.5元 你就知道25.5元 用来做防守 就是这样 所以883其实就未有新的防守 但是超买的时候就不会超买 看它跌 但是超买就尽量不追 但是有货的 就是除非很短线 觉得一回就即食户 之后才再进入那种 如果不是 其实整体都是向好的 不过就 通常就避免在这些位置进入 那857 857就有消息 宣布旗下的新疆油田公司 马湖油田原油 日产量就达到8200吨 那累计产量是达到1012.6万吨 突破了千万吨的大关 那走势上都OK 前期有人问 有人问 是不是这个是弱点 其实整体上 三桶油在油价向好持续高期之下 其实走势都OK 都是向好的形势 那四个一毫半前几天突破 今天都站稳突破 其实都OK 只不过就是 你的防守位就会软一点的 就是三个五毫四的 那三八六呢 就昨天除了息 所以昨天打了下来 那他就不是跌下来 不是个价跌下来 那除了息 除息这一度呢 他的派息都比较是高的 如果看这里的收益率有15% 现价就三个七毫 他派息 每股股息是0.3616 即是大约 其实有超过一成的 6月23号会派息 所以这个这样下来 其实他这一下 列口下来 是因为除了息 那6月23号 就会派回那个钱给你了 这个就是他的现在的情况 那昨天整体上 或者你譬如看 油股的ETF 美股油股ETF 那比较大路的应该是SLE 那你大致上 你就看到油股的走势是什么 那其实就是 去冲得比较急的时候 有点的这样回 那这些回是否说 一定是主要 其实就不是的 因为他一路升浪 都会有点小回 那所以如果你去想看 远一点的区间 那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暂时就觉得 会是倾向 都是继续去持有先的 那呢 刚才都讲开 Fillacot Password 应该都转小 市跌也都跌不下 哎呀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差 而且刚才讲开 你说前排那些资金 是否有影响 是否没有影响 其实是因为出身份的时候 已经流出完了 流出完了 然后之后 其实已经是见到 有个流入回的了 那也是随着市是上回的 是的确是突破到 这个21000元 然后站到呢 真的可以去想 就是说突破第一个阻力 是第一个初步的信号 其实现在出了 所以就 我觉得现在仅仅可以看好一点 就不要去 就不做淡注的了 9000元 其实应该平了好一段时间 之前也有在这里说 和有出post说 平了淡注好一段时间 那呢 那百度 今天跌4% 因为昨天都冲得劲 今天是休息一点 而已 有德银就发了报告 说第一季业绩大致符合预期 不过呢 减条子无力就比预期高 都是说 啊 未来就比第一季更加具挑战性 今年下半年复苏的能见度 仍然是很低 因为都是基本上 大致上一些的 比较 比较 比较中性的一个说法 这样 那现在呢 竞价时段的恒生指数 是报21,282点 跌132点 我们现在去到广告先 然后回来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这些走势都开始出回来 那也都是 只是你看到这半年呢 也都是强势的 就是拉长 其实都比较横行偏震荡向上的 所以如果你说这个 是长牌来说 收益率都有7% 也是不错的息率 势头很好 上方阻力就差不多到的了 8.9毫 24月14号的收市位 现在8.9毫 基本上已经在挑战阻力了 如果再站稳 再向上 即是站稳9元 再向上 就看到21年中 9.9 走势很好 其实站稳7.5毫 9都可以继续提升 1072 1072 东方电器 Karen说 充不穿9元 是否吃虎仙 8.1有货 这个板块 这期都开始有弹 上来 8.9毫 暂时是有点阻力 我觉得你让他试一下 充不穿 如果最短线是 但现在又未可以说 他充不穿 8.1有货 其实我会放8.2毫 无二造子 蚀子赚位 你宁愿以这个 你落回去的话 其实你就是平手 你宁愿去 我觉得每 我 你每买一次 其实真的看到有个 潜在大一点的升幅 才去做 就不是想目标 所以你这里 宁愿用这个有限的 都不是亏损的了 就是叫做平手 用这个平手 你的风险是平手 除非它突然大塌 如果不是你的风险 其实是平手 8.2毫 你8.1买 我当你破完破了 再跌多几架 再跌一阵才会走 当你8元 其实你蚀一毫 都叫平手 所以宁愿这样去做 就是用这个可控的风险 去博一个更大的上网回报 如果你是买得的话 我觉得就 我知道有些会说 之前应该去炒区间 这样 这样 就 有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风格 那我就 会是想看有 好的机会 才去做的 6690 6690 可以自家 这里是现在 国家号召的 家电下乡 Larry说 27.7就有货的 那 用上网 都OK的 其实昨天也有去试突破的 如果你的日中高位 起码是破到5月中高位 27.6 都尝试向上 只不过今天 就是随着市都下了 收市有期指也有落少少少 随着市都下 有少少回吐正常 上网 企稳25.4 就上网 30 那个前提 企稳25.4 所以25.4 你这些位买都OK 你就是拨它 其实它在酝酿向上 那你就拨它 真的再爆上 但是 原来是掉头的 骗住人进去 都要处理回 控制风险 最重要 25.4做止损位 881针突破 是啊 其实它是正式突破到的 不过今天 我会剔除了超买的股份 现在 它其实就是在超买的阶段 所以就 这里会有些忌 但是 OK 如果自己都想博的 都是一样 防守都是47.9 是的 转小 我都觉得机会大 其实是 我觉得是 不用太过去强求 什么时候去买 还是最低位买 其实你真的有一个 转小的时候 是 才去转 那个 才去一路一路调整 这样会比较好些 好过去坐在那儿 看着哪一边就坐在那儿 其实市场很多时候 都会有这些讯号 我告诉你 MH Lau 就说 如果今年通胀 保持着很高 高到年底 那下年开始就维持高位 但下年开始维持高位 但是就没有再升 那下年的 year on year 即那个岸年的通胀 是不是会低很多 那可不可以 因为这样而放缓加息呢 如果你这样 的确是 它持着高企 如果你计算这个岸年的升幅 是会放缓的 所以有时候你要看它 都不仅是看岸年 而是看整个走势 究竟是否向上 即是看这个通胀 还是看其他的东西 都是这样 那你只是岸年 那你看楼价也是这样 但是难道每个月的增长都高 每个月的增长都高 每个月的增长都高 因为这是增长 你难道每个月的增长都高 那之后很快就双倍 很快就会升到很夸张 所有东西 所以它这个数字 如果你说下年的岸年 会放缓是正常的 会不会去到 那而放慢加息 其实我想暂时看今年加完之后的那个反应 即是今年大约要加到两三厘左右 那叫做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 会不会之后再失控 我觉得这件事就有点难预料 以及它去加息去应对通胀这个行径 即是否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就觉得比较去难真正解决 其实这一件事 你说如果明年 会不会所有的产业链回复正常 那这样就可能会比较 才是比较最根本正解决到多些 但是就算现在你的疫情 大家中国都清都零了 开关了 其实这件事都没那么容易 还有就是 现在大家都 就是这个国际政局上 那你那个打仗 其实就算你继续长期支持 没有什么新的突发 但是现在那个阵营的分裂 是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不是它 只是它加息是可以去解决到 还有市场的收压应该 也都不只是因为加息 是因为本身你已经 其实经济不是那么好 现在还忧虑加息 会不会是引发到经济去疲弱 所以这里我觉得是 比较大一点的不确定性 其中一个 因为昨晚的市场 撇除了他们的说话 或者新闻的东西之外 其实昨晚 我们今天也有提过 就是十年期的 美国国债资息率又开始 弹了一点点 现在可以看日线的走势 其实其实是回完之后 回了一点点 然后又再去弹 其实昨晚最新上去2.87 所以这里还是高企 可以看到大部分 刚才看过油 油价也是其中一样 油价也是开始 这个不是来的 这个是XLE 如果你说真的油价 就看回旗油那里 油价也是其中一个 通胀强劲的指标 就看到这里 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去压得住 或者那么容易去 其实我觉得他们 怎么都要去做些事情 但是真的解决到 就不觉得是 他这个就这样做 一些货币政策 可以解决到的事情 883 刚才看了 纳指 刚才说了恒指科指 其实开始转势机会比较大 我看过 不过这里有一个隐忧 就是刚才看到的 就是十年期的美国债 之后就弹回一些 美区也是 所以我看这两边 是一个 会继续令到美股 会受压多些 最多只能够是 港股已经跌了那么多 好了 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 现在这个是指数 我想看纳100的期货 因为如果你想看纳指的话 纳100期货 现在最新跌0.3% 是12601 这个是日线图 你也可以看小时图 相对上 我觉得纳指 就 没那么快去 这个小时图 你都见到 这里没有显示过 但是其实你大约 你如果看得多 你看那个 叫做 你一看就已经见到 哇 这里急升成这样 其实就是超买的了 它已经是超买的了 接着是下来的 如果你说反而哪一边弱些 或者哪一边要去想 会不会有个 美跌缘 这样呢 其实就纳100期货 这里的区间 小时图就是 124 12480 至12766 那就看看会不会 它这里再向下破 但是港股 我觉得这里找机会比较大 但都未必会去做 未必有很强天的感觉 今天要去做指数的好淡注 就是港股这一边的话 炒汽车航运 881 这些都刚才看了 航运都 对了 长期都算是没有出射击之声 还有些航运股 都OK 今天316 316 它就是昨天回一回 今天再起 又是很好 好像刚才 刚才说的哪一只 883 拿1177 171 来做例子 其实316 都是这些 其实它回一回就好事 那你之后 用241来做止赚位 这个应该不会是止蚀位 因为现在应该是不要买了 那就是241 那这个止赚位 就是可以摆在 都是这样去做 康潘 1810 1810 1810 小米10元有货上网 现在都赚了2成 12.1 6 上网50天线先 50天线12.3 以及前顶 都12.2 其实差不多这个位 那你看看这个位 会不会又打回来 真的 你看到 哎呀 来到这些位又掉头了 那才想 是否短线石骨 如果不是 可以看 有没有可能 衝上去 看到 那个旗子 可能都给个 这个美股 拖一拖 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因素 我会觉得是 怎么说来的 就是这个隐忧 就是在这 但又是那样东西 就是 那么多的隐忧 我们又避开避开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你其实不知道 究竟那个 转列点 什么时候才出来 尤其是 现在很多东西 是走得快了 这个市场 譬如是2020年的时候 可能过往 要慢慢慢慢 陰些才跌完 才怕完 他就一下子烦 一下子出了来 和美联储落了杠杆 搞到他急弹 所以 你又不知道 转列点什么时候才出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 一直留在市场 是非常之重要的 其实我不会因为看探 而去升的时候没有货 也不会因为看好而跌的时候 就会一直满仓死手 所以是看回他的情况 阿May说13135入 这一轮 如果你说 如果向应着国家号召来说 除了很多板块 其实他们都有提及的 其中一个 其实基建都有提及 而又真的不是太移动的 水泥股 都真的 因为现在 很多 还在忧虑 前景 各样东西 其实整个情况 都是这样 未必是很好的 那 现在 你看着 那个指数 明天回来的情况 我来说 我来说